而这项赤字1.7亿元的马滩风雨计划工程案 今天盛大举行动图典礼 预计也将会在113年年底完工 部落除了是万分感动与期待 也着手展开培育在地人才 朝永续经营发展 同时对于第二阶段 包括了跳舞场等设施的建制 部落头目表示仍将继续的努力争取推动 透过动画的呈现 可预见风雨计划案 先动工的马滩文化驿站 四层楼SRC建筑 各个楼层的空间规划运用 以及服务内容 经由部落共事而生的规划设计 部落族人都很满意 很高兴对这个风雨计划的众主 和部落族人 很高兴的在展代 终于今天是动作了 历史十年时间的争取推动 赤字1.7亿元的马滩文化艺术风雨计划工程案 终于在今天顺利动工 原民会主委一将巴鲁尔表示 这项工程计划案也创了 原民会历年来单一计划核定补助金额最高的一个 这个文化就是以利性风延纪的这个广场 在这次的发报里面并没有包含 那我们希望发联信任府呢 在这次动工之后呢 第二期的工程赶快提报给中央 我相信我们会全力来协助第二期的这个工程的费用 不论是推动执行的时间 乃至于补助的计划经费 都在在创下工部门记录的 马滩安部落风雨工程计划案 预计将会在113年底完工 面对以部落文化产业为软件主轴 而且如此重大的建设马滩部落是否也准备好了呢 未来会一起共同来协助 把剩余的这个六千多万的部分 我们要共同在努力去争取 但经费以外我们每次我特别强调的 在人才的培训 我们需要赶快的去培养我们部落的经营的人才 所以这部分我也会继续的在议会来努力 然后也做好我们部落跟外面的这个的桥梁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青年 还有很多的族人可以共同的投入 马滩安当地出生的先议员 蔡一静进一步指出 除了部落文物展 这部落头目以及部落阶层的支持下 也着手展开在地人才的培育 以及相关经营管理委员会组织设立推动 让部落与风雨计划同步迈进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